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科倫多電視的《風水101》節目 我是主持人Rainbow 陳詠雄 我們今天有的特別嘉賓就是 加拿大風水大師 吳子明師傅 吳子明師傅 你好 你好Rainbow 又見面了 其實選擇這個墳墓的地方 需不需要找師傅大師的呢? 就好像例如海藏、火藏、水藏等等 有沒有什麼講究的呢? 很多講究的 因為陰澤如果搞得好 可以影響到三到五代 如果做得不好 就對客戶人沒什麼幫助 在這麼多種狀況之中 我最贊成的都是土狀 因為人內置泥土 歸於泥土 土狀可以吸收到天地大自然的氣 吸收到泥土的滋養 骨骼裡面的DNA受到滋潤 後人有相同的DNA 就一樣可以受到恩賊 如果水藏、海藏 虛無飄渺 就不知道去哪裡 吸收不到那種靈氣 比較難 火藏來講都做好些 就是相對水藏 因為起碼可以留骨灰 這樣這個骨灰也可以落土也可以 或者放在一些骨灰好的地方也可以 起碼吸收到一個天地大自然的氣 因為水藏去了吹幾吹 那魚又吃了 這樣散散散散 不知道在哪裡 就是沒有根筋 所以既然有這樣 就要找個好的師傅 要擇日子 幾次要做那個手續 以及怎樣做法 都要師傅幫忙才可以 多謝大家收看多倫多電視的《風水101》節目 多謝Rainbow 多謝大家